阿彌陀佛 各位人友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到明天 我們的法會就要結束了 不管你學佛多久 只要你心虔誠到極點 佛菩薩真的都會加持 甚至於說八度裡面的祖先 可是我們人很怪 就是說我沒有親自看到 或者是說沒有親自體會到 我們就不會相信說 佛菩薩有時候在 暗中明明在加持我們 在我們極光寺 或者是到敬年念佛會 然後想要認識 那些事件 都沒有經歷 但是我會想要求 我會想要求 所以我會想要求 我會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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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會當中 因為人很多 有時候我看下去呢 看到的都是 諸位都是菩薩 我沒有看到什麼人 什麼人 可是有時候我在這個地方 告訴大家一些事情的時候 經常就有人會認為 什麼人 什麼人 師父站在那裡是在罵我 因為他眼睛現在就盯著我嘛 明明就是衝著我在罵的 其實我都不知道 等到你們有某一些感受的時候 來告訴我 我才知道說 你用功到什麼程度 結果你真的是有什麼感應 這次從年初一一直到現在 都有在我們這裡的一位小姐 一位居士 其實人那麼多 我沒有看到 是誰她甚至於來到我們極光寺 都是坐在四樓 因為她的腳有一些不方便 可是在大家的鼓勵之下呢 她昨天晚上 才到我的客廳裡面去 告訴我說 沒事 我來這裡只是想要 跟你分享我的一些事情 我覺得呢 她不應該只是分享給我聽 應該分享給大家聽 那我現在就請那個施中慧小姐 到前面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說去年她就已經來了 甚至於我在敬年的時候呢 她也去參加活動 可是呢 都沒有跟我見面 我說今天很難得的機會 大家再送地藏經 應該她把她的一些感受 她的一些過程呢 跟大家分享 很好笑喔 她是廣東人 有時候我在靜年 或者是在我們嘉義分享的時候 我想有時候有一些老菩薩 我會有閩南話跟大家講 她說如果你講國語我可以聽懂耶 可是講閩南話我真的都聽不懂 所以有很多難的地方 她在一個書店工作 在佛教的書局工作 然後她說 如果我可以把你的閩南語聽懂 我很想把它翻譯成文字 讓很多人來了解這個內容 我心裡滿感動 好 我就請她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對不起喔 因為 我有 我不習慣了 不好意思 師父好 好 主位法師 主位年友 大家好 我叫做師中慧 我是來自香港 那麼呢 我的國語呢 也不標準 希望你們能聽得懂 但是我想 應該可以的 因為菩薩有價值這個事情 我忘記了 大概是 因為我常常都是 就是往來 香港跟台灣 我印象中是 十一月 十一月的時候 在 年 敬年念佛會 敬年念佛會 我在網上看到消息的 所以呢 我對 我就很想 因為一直在 電腦上面 看到師父的開示 聽到師父的開示 每一次都非常的主動 所以 那就是說 要趁機 那就要過去 要過去的原因 其中還有一條 就是說 我的家人 他是婦科醫師 所以呢 我一直是覺得 嗯 我是 應該為我家裡面的人 做點事情 因為很多的生命 都是無辜的離開 我會 所以 所以呢 我就 就決定去了 去的時候呢 呃 因為真的是 一個人都不認識 只是 認識師父 在電腦上面 呵呵 那麼呢 去到那個時候呢 就 呃 看到有一些人 就是 你去到的時候 呃 你就會 就周圍去先看看嘛 看看有什麼 是可以 吃的 用或者怎麼樣 那我就看到很多人就買貢品 那麼 那麼 他們就有一個 有很多的 呃 我一直放很多東西 那麼師父常常說 欸 他們這裡吃的很多 所以我想我也要買多一點 所以呢 後來呢 我就看見呢 呃 有小朋友吃的 就是有一個角落 那個地方 有小朋友 有鮮 有奶啊 不是我不知道不是奶啦 就是 豆漿 豆漿 我覺得比較健康 因為師父說 我真的是非常聽師父的話 他說那糖也不要吃 呃 就是豆漿 奶也不要吃 所以呢 我就說 嗯 師父這樣講 我也不吃 所以呢 因為他們買完以後呢 看到所有的人都會帶走的嘛 所以如果我不吃 我就帶走了 我帶走的話 但是我要買給小朋友吃啊 所以 但是我也不吃 所以呢 就買了我想要吃的 腰果啊 呃 呃 好吃的 總之我覺得好吃的 就是沒有 沒有糖 沒有 沒有豆漿 有豆 有豆漿 有豆漿 因為很重我沒拿 我只是 買那些 就是小朋友愛吃的 東西吧 那第一天就這樣就過去了 那 呃 好像 第一天的時候 師父有出來開市 哇 看見師父真的很高興 就是 本尊出現 那就很用心的聽 他就講了一句話 我從來沒有聽過的 就是他說 誰 我不知道我也沒有聽錯 但是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誰聞入關 關 誰聞入關 我不知道師父 誰就是跟誰的誰啊 誰聞入關 對 他都 我就是在那裡念佛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在念什麼啊 就是寫了牌子 就以為是滿足夠的 那師父這樣的開市的話 我又很乖巧 我又去 我又去想誰聞入關 那我都說 嗯 我第一個願望呢 就是要請那些小朋友 讓他們得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我就唸喔 唸完以後 後覺得 嗯 還有喔 不夠啊 還有我的家眷啊 朋友啊 輪居啊 就是我已經往生了 當然是 那我都說說 嗯 好 但是我一閉上眼睛的時候呢 突然間 我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的腳是更加不方便的 要用拐杖 所以呢 我坐在最角落最角落一個地方 然後呢 但是我看過去那邊的一塊錢 小小的空地 空地的時候 我突然間我不知道是怎麼樣 那種感覺就是 有大概有七八個騎馬 七八個小朋友 大概是兩三歲的 但是他們的形象是黑白的 他們就是 就是你不會覺得他有的衣服 有什麼亮麗的 他們在那裡玩 就是吵吵鬧鬧的喔 我說真糟糕 心裡面就想 把你們帶過來 你們就是添麻煩 添亂 那 但是 也沒想太多了 就是你們來了就好了 原來是真的 可以來的 然後呢 我就跟著就是 就要顧到 我所邀請的其他的 冤親債主啊 朋友啊 那 我就閉上眼睛 呃 我就 呃 那個時候 因為我是用拐杖 那麼 有些人呢 有些朋友呢 他們就會 都 我不坐在裡面嘛 我坐在外面 所以呢 我買了供品的時候呢 我請了供品的時候呢 我也是請師姐呢 幫我拿進去 因為每一次都很趕 請完以後 就馬上要找到位置坐了 不然沒有位置坐嘛 站在那裡 很慘 所以呢 我就沒有看過裡面的布置是怎麼樣的 完全沒有 我就是 呃 在那裡呢 就 呃 就回到位置 就是呃 我就講回我在那裡 就是 就是觀想啦 就是隨文入怪嘛 就是一直在耳邊裡面 就 呃 提面命這樣 那我就 我就看到 我就看到了齁 一個影像 呃 它很 很光亮的 我看到一些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是朋友 總之 我有喊到名字 隐隐約約的 隐隐約約的 但是呢 他們是 欸 我的印象中 他們應該是好像你們這樣做嘛 但是呢 他們是排班的 就是面對面的 今天因為我坐在樓上嘛 師父就說 欸你們面對面 欸原來有這樣的 其實那個時候我完全沒有想像 就是說 看見他們 他們就是這樣站的 就是面對面站 整個 整個地方呢 它那個 那個 那個地方呢就是 很大很寬的 有這裡那麼寬 就是兩邊排班 就是這樣 金光閃閃的 我就想 欸為什麼你們不是穿海青啊 為什麼你們穿的金色的 會閃耀的 那個光呢就是比這個燈泡了 還要光很多很多倍 好了我就有一點高興了 就是哇 真的是 來對了 又沒事了 又回家了 回家的時候 第二天 又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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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尊 本尊又出來 本尊沒有講兩句話的時候呢 他就講 喔師父 對不起 不可以講本尊 對不對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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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以前都是在那個網站上看 然後看到我真的人 所以就是有點興奮 OK 那麼就是很流行聽他講話 因為他都是講國語嘛 那個時候就是很精彩 會覺得哇 一定要多學一點 因為我看到了嘛 然後就 師父就說奇怪了 奇怪了 為什麼 這是還 昨天來了那麼多小朋友啊 都好像都不是以前來的 我就想 欸 又高興 又害怕 怎麼搞得來那麼多 因為原來原來沒有見過的 我有點害怕 又覺得 欸 很得意 就是原來 我想做的事情 菩薩聽見了 他真的是 那個 那麼呢 就是 後來師父就說 喔 師父講的時候 他說那些小孩子啊 他說這裡沒有東西玩 我說是啊 我心想啦 就是有對應啦 師父講什麼的時候 我心中就有反應的 我說是啊 小朋友就在那裡玩嘛 他說他們 他說他們沒得玩的時候 他們上台去玩了 我說怎麼搞的 我心又想 我說怎麼搞的 怎麼可以這樣呢 他說呢 把你們的麥克風 那個敲的沐魚啊 弄壞了 嗯 我就覺得 欸我沒注意到 因為我真的是 還有是好像麥克風也壞掉了 後來呢 他們就說 師父就請他們說 你們不要那麼皮好不好 要乖一點嘛 那麼他們就說 喔 不是我們不乖 這裡沒得玩以外呢 還沒有糖吃 欸我想 對喔 我好像沒有買糖 因為我這個不吃嘛 我也不會帶去給小朋友吃啊 所以呢 我就 後來師父一講完以後 然後我二話不說 馬上就跑去後面那裡去買東西 那個地方去看 欸沒有沒有 我先去 呃 放放公平的 因為那個小朋友 那個是很矮的 小朋友就在那裡玩 其實就在那裡旁邊玩 然後呢 我去看喔 欸 我說 你想太多了吧 你沒有買 人家也有買啊 只有你一個人嗎 很抱歉 只有 只有 不是只有我沒有買 所有人都沒有買 他去看那個公平裡面 完全沒有糖過 因為他們是 特地另外放開的 小朋友是放矮的地方嘛 對不對 我不知道 我就是第一次去的 總之 我就是要買很多東西 要請很多東西 就是過去 但是我最注重就是那個地方 所以呢 馬上呢 哇 飛奔的出去 拿了拐杖 飛奔出去那個 飯堂那裡 不是有東西吃嗎 那個時候就去那裡 就是 還是吃完飯才買啦 因為你那麼早的時候沒有那個嘛 吃完飯的時候就請了 請了也不很多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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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固執就是說 小孩子不會吃太多糖 就是買了大概是二十根左右 二十根左右 二十根左右 後來也發覺回去的時候 發覺 有多了幾根在那裡 有一些 有一些朋友也有買吧 也不知道 然後 然後 又 又 又 到 就是 再晚一點了 我又隨文入慣了 因為師父的教誨嘛 我又 我又進去了 因為 因為有點主動了 因為你開始緊張了 你會知道 欸 到底怎麼樣了齁 我就看見 我突然間的 我完全沒有想過這個事情 我突然間看見 我站在那個地方 我是這樣站著 然後 他們是從這一個地方去的 我不知道這個方向是什麼 小朋友坐在那蓮花上面 那個蓮花呢 就是 穿的衣服呢 就是也是粉飾的 後來呢 我剛才從上面看下來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我會跟朋友分享說 這個事情是怎麼樣的 當時找不到粉飾的告訴人家 後來我剛才在上面的時候 我要再想一想 等一下下來的時候 怎麼樣告訴 年友們 他們 怎麼樣跟他們報告說 他們穿什麼衣服 當時呢 他們小朋友呢 那個蓮花呢 就是很小朋友的 就是那個 那個粉飾的 黃飾的 粉紅飾的 所有都是粉飾的 小朋友穿的衣服 都是粉飾的 他們呢 就很 大概有氣 但是我覺得是滿遺憾的 就是 大概最多最多 最多不超過十來個而已 就是這樣 這樣飛上天了 就是這樣 一直這樣 飛上 飛過去了 飛過去的時候 哇 覺得有一點高興 就是不敢太高興了 總而言之還是覺得 不夠滿意嘛 不夠人多 我覺得差不多 幾千個還差不多 那後來呢 就是想喔 那就回去再看看我的朋友們嘛 也是看到他們還在誦經 冤親債主或什麼 我不知道 然後 這個事情 又過了 那麼 後來呢 我們香港人就會說 你吃過好吃的東西 你會再去找 那我就覺得 哇 昨天是滿殊勝的喔 我要今天 我要再去找他們 或者我在買糖啊 我再去觀想啊 我首先是觀想 小朋友我還沒 因為看見他們飛走了嘛 我就看那些 那些 朋友啊 他們在嘛 但是呢 那個房間變得很小了 那個房間 就很暗的 我說欸 對不起啊 為什麼沒有開燈呢 但是 燈還是沒有開 他們是穿海青的 就是也是 也是排班 人沒有那麼多了 我就說 啊 真的是求求你們吧 這是求求菩薩啦 我說 讓燈亮一點 讓他們可以看到 就是 也可以離開吧 因為 也許他們不夠乖巧 就是 希望菩薩能夠慈悲 但是 我不知道 後果是怎麼樣了 因為只是 燈只是 好像是 轉亮一點 就是說 比方說 我們前面有開燈 後面沒有開燈的話 你中間的位置 就是蠻暗的 他們都是在那種位置 都是 也是在樂佛堂 那麼 我就在想那些小朋友 欸 他們會再走嗎 我有糖喔 你們來不來 沒有 我怎麼樣觀想都 沒法多 都沒有 都沒有的時候 那麼 好啦 就最後一天的時候 就 就 離開了 就離開的時候 因為 我不 我沒有進去 理佛 我會覺得 很不好意思 那我想 不離佛也要在門口頂一個禮嗎 我一進去的時候 那個地方 我整個嚇到了 因為我沒有看見過那個 那個佛堂是長得怎麼樣的 跟我所觀想的是一模一樣 嚇死我 但是他還有一點就是令我比較安的就是說 他比較大很 他比較寬 比較大 但是只是比較 我觀想的時候是比較大 但是他實在的是很小 很 就是 嗯 他實在的是 實在的是小 我觀想是大 因為經典念佛會的佛堂真的比較小一點 是是是比較小 但是我沒有見過的 我沒有機會見的 我是一直都是 就是最後一天 寧走的時候 才描了一下 但是我被嚇到了 但是也很感動 謝謝佛菩薩的加持 能夠 讓我們這些 就是 有信念的 有信靠的人 可以得到 得到他的加持 把那些朋友 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但願以後有機會 我能夠多做一點這樣的事情 阿彌陀佛 感謝 還有呢 大家 你說你這一次要來這裡 你的 你的想法 然後怎麼樣 我怎麼樣 我不要去 或者是怎麼樣 你昨天跟我講的那些 講給大家聽一下 沒有 那個 就是 嗯 是 因為呢 第一次來的時候呢 就是 在電視上面 看到有感召 就是說 嗯 這個師父 這位師父 我觉得很慈悲 就是很慈悲 也觉得他讲的话都是用心里面讲出来的 我就觉得人与人之间你会有感受得到的 那么我第一次去 就是因为我信靠师父 所以我就去 敬年念佛会 我就去 因为就是第一次的时候 我就也是在最后面 他一出来的时候 就是好像一个 一位就是 一位就是很威母的 很有威严的 好像一个将军这样 他那天我印象中那个鞋子是比较厚的 就是好像一个军人这样抄出来的 我就觉得哇 好厉害哦 还有就是 就是他的 他很用心就是对待我们 这些 他的信众啊这样 所以 我每看到他的时候 我说 他的用心就是 年纪也不大了 经过就是国际 卫生处的鉴定 80岁才是中年啊 所以我会觉得 但是很多朋友都会说 已经是有一定的年纪 但是他给我看到 就是说 我有种冲动 我每次看到他 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会很冲动 就是 不是悲从中来啊 我会觉得 不是悲啊 我是觉得佛菩萨真好 他还会派一个令人信靠的佛菩萨在世 所以我每一次都有想哭的冲动 就是每一次 就是 好了 第二次的时候呢 就是这次咯 因为我常常都不在台湾的 那我就争取机会 因为我觉得上一次是有 非常的殊胜 但是姻缘不一定具足啊 那么就是 也想多难 因为刚刚好从香港回来又很疲惫 那么我就想 就是 他们是不是有那个 网上的转播吗 那我就很乖巧 以为聪明伶俐了 我就早上就坐在那里 就开我的电脑 就准备好 就准备就开始了 那我有省很多啊 有不用 不用就是奔波劳累啊 但是呢 很不巧 我一句听不懂 因为我拿错了 我以为是 三千佛 鸿鸣宝灿 但是原来不是 就是那个名字 我是拿那个出来的 但是一直对不上 一直对不上 后来我就一直跟这个 就是心里 就是对话 我就说 如果你真的是找不出来的话 就是说你要去 极光寺 我说真的是 真的是很辛苦啊 但是他没有办法 但是我还是要来 赶 报菩萨的恩啊 还要来看看 那个在世的菩萨 那没办法 但是我又跟我这个说 我还是不想来哦 我还是想 哦 我上次来哦 有一次我来过 但是我真的是熬不住 很早就跑了 就是说我坐车来 一点钟的火车 来到这里的时候 是五点半 应该是三个半小时而已 但是呢都塞车 坐火车塞车 来到的时候呢 我竟然是没有车坐来 因为如果说你要坐车 进来都还要几千块 过年 那时候也是过年 也是大概年初一好像是 年初一二 年初四 去年 那是去年 在去年 在去年 那没有办法 他说你要早上 这七点二十分才有车 那呢 我就在一个女生 又不知道住什么地方 我就坐在麦当劳 坐了一个晚上 所以呢被我吓怕 我被吓怕还有懒惰了 所以才不愿意过来 但是这次好像有感召啊 那你不过来 好像是讲不过去嘛 你又听不懂 你这个又说 你听不懂的话 你就去嘛 那去就去吧 后来呢就去 就去买车票 竟然我是买到 那一天晚 年初一晚上的 两点钟的票 因为那个时候 已经没票了 已经没票了 只剩下一张 一张票都给我买到 他说五点多都有 我说五点多都不行 五点多来到的时候 已经又过了一个时间了 所以我是坐两点半的时候来 半月两点半坐到嘉宇 然后来感谢第一住想 到火车站那是五点半 是五点半 那么就比较顺利了 但是呢 整个过程里面还是有波折 但是这个已经不是什么事情了 最重要的是向各位报告说 真的是师父的教导 我们要听进去 因为随文入观 原来是那么的重要 我们诵经的时候 我以快为标准的 我以快为标准的 但是如果说按照师父的讲法 我跟大家报告 我真的是受益无穷 还有跟大家报告说 我们的心在那 他们是会听见的 菩萨会听见 会帮助我们 我们的众生 我们的朋友 我们所有需要我们的朋友 他们都会来到 希望我们共同 共臣佛道吧 阿弥陀佛 不好意思 太永长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没有 很好 大家很喜欢听 对吧 好 谢谢 谢谢师父 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个人的观想真的非常重要 他在静年看我第一次的时候 以为我非常威武 他刚才说我穿很厚很厚的鞋子 我在静年 甚至于在这里 我从来没有穿那个鞋子 可是他看到的可能就像那个庙门口那种将军 他说那我后来再来看你的形象又不一样了 所以他是在什么时候他去观想 人的像都是不一样 我想他没有办法讲台语 因为我每次在网站的时候 他说师傅有时候你讲的东西我真的很想听懂 可是呢 因为你讲台语我没有办法听懂 我现在已经尽量讲国语了 然后就是插几句台语 在他来听呢还是很困难 不过我记得我以前在电台讲经的时候还是在家 那时候我还是在家 我讲的话是比较慢一点 所以刚刚开始我从国外回来 大家在看电视的时候 我看到某一些电视里面的主持人 像那个很有名的张晓燕对不对 他讲话像打枪一样 实在于我们那种以前受过训练的博音员来讲 他是一分钟要讲几个字 不可以让你打枪你要口齿很清新 第四声的不能念成第三声的 第一声的也不能念成第四声的 所以要注意要很清楚 那我们是受过这样的训练 所以讲话是慢吞吞的 所以在当时有很多外省人 我用台语讲完全都没有一句国语 他们竟然会写信告诉我 你讲的我每一个字都听懂 我说很奇怪 后来看佛经里面讲到 佛语一音也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我想人讲话那个狗听得懂吗 虫听得懂吗 你现在看呢 真的他们听得懂 甚至最近有很多人赖 那个什么一只狗 那个主人帮他穿衣服 先拜 拜几拜以后他还顶礼 很可爱 你看连狗还有鸡呢 还有猫呢 都跟着他的主人 人家在五里头地顶礼的时候 他们都会顶礼 甚至于呢 现在有人已经去了解到 连植物都能够听人讲话 所以我们讲有没有人 他种的东西 他是绿手指 不是金手指 绿手指 他种的东西 怎么种怎么活 可是有些人 不一定会爱花 我很讨厌人家 他要叫我照顾你 不到几天 那个花 觉得你对我很不好 再见 真的都有这种事情 所以 我讲到随文入观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连有很多都体会到 我每次我要来念经 不是用嘴巴念 我希望你们用心去观想 以前我在电台讲经 我宁可半个钟头讲一句 你们全部了解 我不愿意说 我一部经 一个月就把它赶完 你听十部 二十部 三十部 结果你 那里面的意思 你都完全不懂 有什么用呢 所以有一些人 他在解释经典的时候 只是把那个文言文 解释成白话文 没有把那个佛法的精神讲出来 我们也没有办法 照那个方法去修行 我觉得非常可惜 所以昨天晚上我听到 他是香港人 我跟他讲了几句话 他说 诶 师傅 你能 广东话怎么讲到那么好 其实我也学得很少 只是有心说 我要跟什么人沟通 能不能讲那种话 所以经常有很多人 会听到说 你假薄 你有当时讲话 就要讲两三句 因为我在这里 我要讲广东话 没有机会讲啊 碰到广东人 我就跟他讲几句 以后我碰到真正广东人的时候 我可以讲出来 其实我的英文也没有文法 碰到有那个 讲英语的人 利用机会跟他学几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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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计的成事愿学 他什么东西你会 你跟那个喜欢那个东西的人 可以非常的接近 他愿意跟你谈 大家了起来有话嘛 他喜欢玩汽车 你跟他讲话 他讲无聊 你跟他讲 什么车怎么样 我跟他请教 他越来越有兴趣 也許你從那裡面可以讓他瞭解一點佛法 所以我聽到好像我講他們的話 他覺得很親切的人 我會想我要更努力一點 二十多年前 我從新加坡 我又去一次新加坡回來的時候 經過香港有幾位 以前松山市 駱城的時候來的那幾位法師 他就跟我講 你到我們大雨山來 用廣東話講經好不好 我說慘了 我只有三句我怎麼能夠講 其實他們看到我都很歡喜 然後有一次我又到馬來西亞去 去東馬 有一個地方全部都是廣東人 我就想好啦 我晚上就跟他們講講廣東話 哇 本來剛剛開始的時候呢 沒有多少人 後來人越來越多 他們打電話 你知道快點來啦 這是你們聽得懂的 後來我講完了以後 我聯繫有三條說 對不起我今天是勉強舉出一些廣東話 明天我就想用華語來講 明天晚上這邊比較少啦 所以我到馬來西亞到新加坡的時候 事實上馬來話我是不會講的 有時候參兩句 他們講師傅會講馬來話 其實你想要跟人家結好緣 他的語言也非常重要 好 今天你們又吃到一餐大餐了 然後從香港來 他對我們華語 甚至於說對我們那個 國語他還是能講啦 可是閩南話都聽不懂的 他都那麼有心希望能夠去了解 我們很方便耶 國語台語都能聽耶 我們如果不抓緊機會 有人分享佛法的時候 我們不要聽 他講他的 我去跟別人聊我們的 你學了一輩子的佛法 人家講啊那個我不想聽啦 我照我旁邊去聽 沒有辦法 我就是從我開始學佛以來 只要有老和尚在講東西的時候 我就趕快去 求委會 我從小的時候就是 大人在講話我喜歡玩 趕快就到旁邊來 可以聽到很多很好的東西 對 佛法 我們也是要有機會 趕快好好的去體會 好 請站起來